友情的历史 微观的京城 读陆波 北京的隐秘角落 读书者说 作者白慧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 北京的隐秘角落 出版之前陆波女士已在 腾讯大家 专栏耕耕耘两年且中诗读者慎重 那个专栏的名字叫 北京的隐秘陆境 注释为 在北京每一处屋檐下 都可能藏着故事 陆波就是这样 从微观出发挖掘那些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讲出他们的故事 进而见微知这勾勒出历史的草蛇灰线 寻找读者的共情也 题目里的 隐 自是本书提康窃领的关键词 全书文稿 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隐式 即从现存文物遗迹出发挖掘出 那些隐藏于历史深处的 不为人知的生平往事已情动人 另一部分是 隐记 即搜寻那些已不存在的 面目全非的城市地标物 将 过去的北京 有文有句的还原 为文字这些文字 在为读者提供历史纵深饰演的同时 也具有了新的史料价值 当然这 隐 自或许还有第三层解释 那就是 特隐 即历史写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境遇的 同情之理解 这是女性写作者特有的温柔 北京的隐秘角落 陆波 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陆波的历史写作 是已情动人的 他真正做到了写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的共情 特别是当写作对象隐没于文物一计 使写作者心中的 特隐 就尤其重要 在我看来陆波的写作初心主要是两种情 其一是俗世热情 这份热情关乎北京城 关乎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对于历史巨变期的亲眼见证 也关乎历史的饱满血肉 其二则是隐意情节 是出世的自由 使性情中人的自我陶冶 是闹中举敬俗 是热情 约引一情节两相 参调陆波道 以把北京城内化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而写作 恰恰是他牵近自己 找回自己的生命过程 学会与自己相处 这是普通人 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生命课题 为了与自己对话 每个人更需要一处宁静的生命空间 偌大的北京城如此喧嚣熄壤 何处最宁静的自然 是散见于各角落的寺庙 寻访寺寺庙是露波最初的兴趣 或者说历史从不宁静 因为任何一处残片 都记录着某个紧张的历史瞬间 从写作方法上看这种意 北京 为考察对象的历史写作 早有渊源侯仁治先生的历史地理学探索 启发 那怒播也让他坚定的 田野调查 的热情与纪念只有置身于历史遗迹之中 写作者才能获得一种现场 赶尽而找到切入历史的新角度 而当写作者试图用文字 记录那些污转星移的变迁 并还原历史人物的生活风貌时 历史学的边界也就变得活跃起来 因此北京的隐秘角落 并非单纯的历史学写作 而是结合了人类学 文学 美学 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的跨界写作 奇妙处正在于 非职业写作 对学科成规的不拘腻 正在于性知所致的荡然一曲 在这个意义上录播尺分 推崇北京大学教授顾鞋刚等先生 在1925年4月对京西庙封山的田野调查 他为历史研究揭开了新念向民俗正式 活的历史 那么如何让笔下的历史 活起来历史写作和以血肉丰满 北京的隐秘角落 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 是发从客观出发 最终还是要抵达主观 进一步说 先叹微物再发隐情 事实上历史从不拒绝抒情 比如那部伟大的诗经 它既是中国人的情感源头 也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 可谓威严阿异 陆波喜欢将诗经与左传 对读这诗诗经 也就称了一种历史写作 只不过这种历史是 有情的历史是文学化的历史诗经 记录了许多有气度有胸怀的大女子 这或许投射了陆波的理想人格相关诗篇 她沉隐至今 比如那首《在实际部我家》 不能选反是尔不当我思 不远这首诗的作者 是许慕夫人一位春秋时期的弱女子 为国灭亡的消息传来 许慕夫人日夜兼诚赶回祖国并不故障 夫许慕公的阻拦逆牌众议 勇敢救国这首在持 记录了许慕夫人一生中 最关键的时刻 那是一个抉择时刻 她冲破了礼教战 赞了国家大义 一边之令陆波钦佩不已